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也是拥有200多万粉丝的大网红 他自己称定位是女馆的贝尔 当然真正让他出名的不是他的那些旅行和探写事迹 而是在节目中公然是蝙蝠 在谈到自己是蝙蝠的光辉事迹的时候 方梦宇真的是满脸的骄傲 而主持人都觉得这样的事情有些太夸张了 只不过方梦宇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其他人的不安 所以说网友们对他不满也是情有可原了 毕竟即便是做旅游节目的 体验各国风土人气的 也没有必要用这样的节目和桥段来划中取种 是个蝙蝠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面对网友普天盖地的网络批评 方梦宇之前也是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只不过从24号开始 方梦宇就再也没有更新微博了 甚至连微博评论都挂毙了 看得出来他也是被网友给骂惨了 关闭评论也是希望眼不见 心不烦吧 其实方梦宇的对世界保持好奇 也一定要对世界充满禁忌 算是间接道歉了 但是貌似网友们对他却始终没有原谅 有人称 方梦宇的做法是诱导公众 会引发很多人的孝导 毕竟这么知名的人士都能公开吃了 自己也跟着吃也不会有错 所以说不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市民 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的良心与底线 有什么能做的 有什么不能做的 上学的时候应该都学到了 特别是这种只为自然规律的行为 更是必须要禁止 所以说方梦宇自己还是有时间多思考一下吧 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不是正确的 当时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去 本期 fine